踏入8月最后一个星期,业绩期以戒尾升。上周市场对公布中期业绩的股份,普遍反应正常,股价之前已经急跌者。业绩好过预期者急升。差过预期者不升或微跌,股价之前跌得少过大市跌幅者。 业绩好过预期者不升或少跌,业绩差过预期者急跌。从市场对消息的反应看,港股应已进入回稳或反弹周期。很多上市公司受制于业绩公布前一个月,大股东及公司本身不能买卖自己公司股票的限制。 即使7月底至8月中旬之前股价超跌,大股东及管理层也只能眼巴巴看着股价跌。不能入市支持自己公司的股票。期间股市的跌势也就特别急。在市场信心薄弱时,大股东增持及公司回购。可挽回公众信心的作用。以上周四及周五为例。 中国生物制约1177大股东郑长宁。分别以均价9.38元及9.84元。增持500万及200万股。消息于上周五中五公布后。股价加速上升。终生在上周三中五公布中期业绩。 扣除投资收益后中期盈利增长指示33%当中包括增持北京泰德应占盈利入账。增持北京泰德发行新股摊薄后。 每股盈利指示按年增长10%。市场原先反应指示一般。上周三下五及周四早上。市场原先反应不太好。沽盘不拙。 然而,大股东的行动。显示他们对公司的终掌线前景有信心。 终生制约大股东增持反应对前景有信心。制约是一个专业的行业。 公众投资者未必轻易了解公司实际的业务状况。如只看表面数字。 很容易会触错用神。例如,如果要美化短期的业绩。公司可大减研发开支及市场推广费用。业绩表现张立干见影。 然而,这是杀鸡取卵的手法。三两年内,现有产品开始老化。销售停滞不前。 早年减少研发及新产品市场推广的副作用逐渐浮现。 今日高增长的假象。代价将十分沉重。 终生单计次贵研发开支。都已超过任何一家本港上市同业上半年研发开支总和。 乐意如此大手不投资R&D的中资药企。就指得A股挂牌的行税医药600276。 2016-2017年上半年。 终生受制其下多只肝炎药降价影响。 业绩增长远不及同业。 随着今年6月主打抗肺癌新约安罗替尼上市。 今年开始,集团进入持续多年的高速增长期。 事实上,早前安罗替尼上市前。 其上半年内生收入增长。 已由去年同期的10%。 提速至13%。 终生以外。 多只已公布中期业绩的医护股份中期业绩均表现量例。 不少投资者不敢入市。 是因为早前黑心疫苗事故。 令公众投资者对中国药企失去信心。 在本港上市药企之中。 绝少有份参与疫苗生产大部分疫苗都是狠旧的技术。 无利甚低。 有能力做研发的药企。 都不洩花精神在这个红海市场。 这次事件。 最大的受苦者是三年前财林危受命的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CFDA局长不井泉。 要引够辞职。 不总在业界声誉良好。 是引入美式新药审批的推手。 过去两年CFDA官僚作风大减。 新药审批效率提升。 即押新药专利申请。 由2015年底的22000多宗。 大减至去年低不足4000宗。 其落台难免令人关心。 CFDA会否走回过往官僚的职集。 国家今次对付黑心疫苗态度认真。 反映行业整顿只会加速。 这对大型药企争取市场占有率。 其实市场线利好而非利淡。 您在眼前。 接下来。 这对大型药企争取。 您的国家。 最好心意。 您在日本中上不足。 您在禁销。